嗨 大家好 又到了這個點燈的時候了 那麼今天我們屏東這邊 這個氣溫蠻高的 現在差不多27度 所以已經穿著這個白色內衣了 那現在要來點燈了 那麼這個 今天晚上 就讓 我這一盞 Colman 285 Colman 285的這個雙燈 這屬於是Colman的雙燈 那 中雙燈 中型燈的雙燈 裡面是有兩個燈紗 那它的高度 跟這個奧燈的差不多高 差不多高 這算是 在攜帶出去的話 要錄影 也比較 不會說體積比較龐大這樣 那 所以呢 我們現在如果買不到這種150CP的 那 可以考慮這種 Colman的單燈 那 雙燈 那這個285 285的這個雙燈 它 它的亮度 也可以當主燈來用 那像剛才的奧燈的那個 就把它當作副燈 那 那麼現在 要來點燈 那 現在我已經 把這個壓力 用手打的打好了 那 現在 要來 預熱 加溫 那現在這個遮光板 後面這個遮光板 是我自己給它改的 那個 也是一樣 為了避免 用路人 經過的時候 那麼 這個刺到眼睛 這個很亮 讓眼睛去 這個 蒸不開 或是怎麼樣 暈眩 所以 用那個稍微遮一下 好 那麼 我一樣 還是 會 這種燈 一般說是強調 不需要預熱 但是 我的習慣 還是要給它 預熱 那我就用這個 煎嘴的 噴火槍 煎型的 火焰的噴火槍 對 這個 跟燈紗平行的 這一段的 呃 這個 呃 油管 就是上油管 給它加熱 這樣 給它加熱 那我現在呢 這個油斧裡面裝的油啊 我不是裝去自油啊 我是用925000汽油 直接使用這樣 那 我們稍微給它預熱一下 就可以把它 啊 油 油放上來了 打開油把 放上油來 那麼它 它 這樣子就啟動了 嗯 這樣啟動了 那雖然 這種 這個 這種燈啊 是強調 呃 呃 不需要 不需要這個 預熱啦 啊 我所講的嘛 我們就 呃 麻煩一點 啊 就一定要給它 預熱 啊 預熱 好 那麼 這個呢 這個 285的 中霜燈啊 我一樣 我也是有把它做了 呃 上面的 呃 遮光罩 就是 遮光罩 把它放進去 這樣 放好 你看 放下去的瞬間啊 放下去的瞬間 我們 可以 很清楚的 看出 噢 燈的下面 非常的亮 噢 燈的下面是非常的亮 所以把它光線呢 啊 往 下面打 噢 而且它的造型 也是算蠻漂亮的 噢 好 那我現在呢 因為 呃 點這個燈 啊 是為了要把 這個燈啊 去掉在我家的車棚 啊 家裡的那個角落 那 比較暗 所以 我還是要 把它 裝上這個 側面的遮光罩 側面的遮光罩這樣 好 那現在已經是 呃 這個 呃 呃 點燈 OK了啦 點燈完成 齁 就這麼簡單 因為每天齁 每天都在點燈 那麼我們這個 氣化燈呢 你只要有燒過啦 有點過啦 你就要長長的跟它點 齁 你越 常常跟它點 它越是沒有毛病 齁 它越是沒有毛病 這樣齁 那我現在呢 齁 這個壓力齁 齁 它這樣子的壓力齁 齁 在這個表頭上面所顯示的 差不多在 1.8 齁 1.8 呃 倍爾左右齁 1.8倍 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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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0мет我 就是 剛才 150CP的還亮 齁 Ok 掰掰